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规划的大趋势 其中一种技术就是怎样可以更准确地识别每个人的身份 你看到我的手其实在接触到这个感觉的距离 是不需要接触到它的 只需要0.3至0.5秒就已经可以认到的 这个混合生物讯息认证系统 是由应用科技研究院和瑞士SSID合作研发 已经在欧洲应用在幼稚园 家长接送小朋友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去确认身份 其实它的特点就是利用单一的摄像头 它已经可以捕捉多重的生物讯息 这个生物讯息特征就包括了我们的掌纹 和在皮肤底层的掌植物 一般的指纹或者面容识别系统 都主要识别我们的显性特征 而这个掌植物系统的技术 就主要分辨人类皮肤底层的隐性特征 每个人都不同的 妈生兄弟不同 甚至这个人的左手和右手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因为它的独一性高 所以可以做一个身份认识 或者很多人都会担心 系统会泄漏私隐 而这个系统 读取了掌植物生物讯息之后 会变为另一种讯息 如果有人想入侵系统 盗取私人资料 就不是太可行 生物讯息 其实是 捕捉完之后 它是会做一个转化的 提取它的特征点之后 其实你本身的 我们所谓的raw data 即是你本身的 那个生物的那个源头 即原本的那个讯息 其实是不会储存在那个系统里面的 除了一些接触得到的智能产品 其实还有一些配套 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例如可以运用在繁忙的交通 运输网络上面 所说的就是这支智能柱 利用5G技术 速度快 容量大 和时间延误低的特点 发挥物联网优势 我们设计的这个智能柱 我们希望上面是有不同的功能 包括这个 我们可以知道有多少部车 现在是连在这个智能柱上面 是方便一些交通的管理 当车登记加入了车联网 智能柱就可以接收到 车辆位置等的讯息 透过收集数据 就可以评估道路情况 如果它认为是一个交通事故 它会立刻通知 给它最近的其他路灯 那就会变成一支路灯 就pass给另外一个路灯 这个情况下 事故发生的一秒钟之内 在几公里之外的路灯 就已经收到这个讯息 通知给去这条路上的所有车辆 可以避免再继续擠在那条路上 另外我们平时手机上网的网速 依赖信号机站 当智能柱可以扮演反射站的角色 到时无线网络的覆盖率大大提升 那些机站可能会放在冰箱上 然后可以覆盖到这个 比如这些hotspot 比如是中环或者尖沙 这些热点地区 可以给到十万上百万的人 可以同时使用到很快的出道上网 在推动发展自卫城市的层面上 推进5G技术是必然趋势 而在香港发展5G系统的时候 可能要同步解决卫星干扰的问题 我们是将一些所谓过滤器 放在一些天线的旁边 就可以防止一些干扰的问题 当我们这个5G机站和天线 放的位置可能不同 或者我们用一些技术将它避开 这样我就会减少所谓限制区域的影响 这些也是不同的讨论方法 智慧城市建设将会为市场 带来庞大的商机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 仍然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配合 才可以避免落后于人 波然这件事绝对是一个世界性的竞争 所以其实香港所做的事情 其他城市都是在做的 韩国明年年初就会推出5G 大陆可能都是明年初都会有些动作 香港我觉得都不会慢 但问题是你要提前准备 需要一些整合 用这些整合 如何去大家配合 在智慧城市要做得好 是需要这些不同的沟通整合 包括所有的政府部门 业界等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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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